美国福克斯新闻网4月4日报道 有美国官员透露 称若干明新冠患者 被从甲维茨中心的临时医疗点 送往美国海军安慰号医疗船 误收病患数量可能低于5名 据美国CNBC4月4日报道 多明新冠肺炎患者4月3日晚上 在美国海军安慰号上过夜 此前联邦官员表示 这座海军医疗船只只能用于 手指非新冠肺炎患者 从而缓解医院压力 然而纽约市的医院主管人员 批评安慰号的部署只是一个笑话 因为他无法接受新冠肺炎患者 也没能为紧张的医院提供切实的救助 海军发言人说 这艘有一千个床位的医疗船 周一抵达纽约 帮助收治非新冠病人 以支援纽约抗疫 但截至周六上午只收治了27名患者 纽约最大的医院系统 诺斯维尔医疗中心的负责人 迈克尔道林早些时候告诉纽约时报 如果我直言不会 那就是个笑话 每个人都可以说 感谢你建计了这些美妙的地方 打开了这些洞穴般的大厅 但我们现在身处危机之中 我们身处战场 纽约州州长科莫上周六说 在纽约州已有超过11万3700人 感染了新冠病毒 造成至少3565人死亡 根据纽约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纽约州一半以上的病例发生在纽约市 至少有6万3306人 检测结果成阳性 海军发言人贝斯贝克说 周五转移到安卫号的病人 之前没有进行过新冠病毒的检测 他们在船上被隔离开来 等待在安卫号上进行检测的结果 他补充说 收到检测结果大约需要24小时 贝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接受转入安卫号治疗的患者中 少数患者的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 此前纽约时报曾报道 由于美国军方规定所有送往安卫号的病患 必须先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导致该船接受的病患数量很少 据纽约时报报道 海军向纽约的医院分发了一份指南 其中包括一份包含49种医疗条件的清单 这些条件将阻止病人上船 五角大楼星期五表示 已经加快了接受患者的筛选程序 以更快地缓解纽约医院不堪重负的状况 因此这一过程不再需要病患登船前的 冠状病毒检测成阴性 一位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不同的是 我们现在接受无症状的经过筛选的患者 而不是要求在抵达安卫号之前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成阴性 这些患者将被隔离 并在抵达后立即进行检测 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五说 拆选过程现在包括 一个码头测温度检查和健康问卷